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天气 好天气 明天就要开始学车了 然后呢 这个房啊 所谓的青脉最好的公寓 也要退房了 水汐公寓 跟大家也要详细分享过 所以要搬家了 要找房子 这个房子一直租下去 租不起啊 它这个不是按月租的 是按天租的 还比较贵 给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 我之前到曼谷之后 说过我来这边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一种希望啊 希望我们家一家人啊 能够今年在曼谷过年 最主要的问题就是 我们家老婆她没定 因为她要上班 我父母都时间比较灵活 是吧 主要是我老婆 我老婆来不来 就决定了我的孩子来不来 所以我要先搞定我老婆 之前就一直跟她说 她就一直没拿定 但是这两天可能是因为我那个视频发上去了 然后大家的评论呢 也都希望我们一家过来 然后估计我老婆看到评论了 被大家的积极回复 还包括我的真诚给打动了 她刚刚跟她联系了 你到底来不来啊 是吧 你到底来不来 来的话我安排后面的行程 是吧 她就跟我说 多少钱呢 后续多少钱 她估计在算 估计她在算成本 是吧 那不管怎么说 她就 嗯 她就动心了吧 是吧 动心了就好 那我就还是得往后面走 因为她要是不来的话 那我 我是有家的人是吧 那过年呢 肯定得回去 所以说就不可能在曼谷待上半年 如果他们来的话 按现在来算我11月份来 11 12 1月 这就去了90多天了是吧 那就然后2月回去就4个月了 那我后面住这种房子 按天租或者住酒店 那一个月再怎么便宜吧 150一天 30天就得4000多 而这里的很多 长租公寓啊 就便宜很多了啊 像这种房子 要是按月住的话 可能一个月 多少 6000 6000吧 还是多少 6000 还是5000 但是她是按年住的 这样划算高高些 一般长租就比较便宜 她这还有很多便宜的 可能就是 1500 到2000 嗯 也可以住到 没有这么好的哈 就软庄啊什么的就这么好 然后包括小区 环境没有这么好 也是那种 condo啊 或者大概也说2000人民币 然后还有当然还有便宜的 1000人民币啊那种 就是5500泰铢啊 6500 8500泰铢 所以租这种房子 一个月以说一两千块钱 就划算嘛 便宜很多 这样呢 我后续学到了驾驶证呢 在这就可以 呃 待一个月 我是这样想的 所以呢需要去找房子 呃 如果她现在 决定要要啊 要来的话 那我就 在清迈就 待时间长一点 本来说 学学好了 我逛一逛看一看 当个旅游者啊 啊 逛完了 可能就半个月啊 我就走了 那这样的话我就住一个月啊 她房子一个月一租嘛 那我就住一个月 深度的去感受 清迈这个所谓的 适合长居的城市 是吧 我刚刚开始来的时候 对这里呢 呃 因为下雨啊 嗯 不是特别的感冒 然后离令啊 路也不好走 没车 主要是没车 就是个残疾人 你看现在这两天 天气那么好 天气这么好 啊 真的蛮凉爽的 你看我有时候还穿羽绒服 这两天天气好了 我就还穿个防晒服 在曼谷 防晒服都穿不上身 太热了 这里还是比较 还算是比较凉上 几乎都没怎么开空调 啊 好 今天就准备出去转一转 然后顺便呢 去看看这里比较便宜 或者嗯 不错的 也比较不错的吧 就是便宜的 便宜的那种公寓吧 陪我一起去找公寓 哎 就这么玩事儿 哎 我们去找公寓 找公寓喽 office office 应该是办公的 是吧 问一下公寓出租 问一会儿 哎 哈喽 嗨 这是你 sorry 啊 没有 谢谢 没有 这里是清迈大学周边 我想到一般大学边上 不是 是吧 很多大学生啊 啥的 都会 出房子嘛 哎 没有 继续找 继续找 上面写的是都家屋 这里是 这里是不是那个 Welcome 哈喽 哈喽 没人 这有些照片呢 感觉像是出租的 这啥呀 上面写的 全是泰语 五千 这上面写的五千 是什么意思啊 五千的八千 翻译一下 房价五千泰租 房间保险费八千 房间预定一千泰租 总计一万三泰租啊 内置家具带床垫的床 尺寸六英寸三点五 衣服电脑租 梳妆台 互联网WiFi 一个月一百 一个月一百就二十 挺车厂 哇挺车厂还收费 电费八块五一泰租 水费三十泰租 最低一个月要一百 房间怎么样呢 风风通通的样子 我看一下 这没人呢 没人呢 这里是确定是可以出租的 这是什么 收快递的地方 打电话 没人 没人 没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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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月 这个月没有 下个月有吗 下个月 下个月没有 下个月也没有 这附近还有吗 附近还有吗 附近有租了吗 都 在周围 都没有了 哦 谢谢 谢谢 哎呦我的天 你看到没有 这边好多都意想不到 他会说中文 这个好人大哥说有啊 这边 哦 谢谢 说这里有 这里有 这里看的还不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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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 哈喽 你是台湾 现在呢 哦 有中文 有 一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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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七平 嗯 我不要那么大的 这这这这没有 没有 租出去了是吧 嗯 哦 一万四 一个月可以租吗 对 五万 一个月 你拿 嗯 一万四 一万四十多少 两千 两千 两千不到 哦不对 三千不到 了 第一次呢 你拿 你 这是 这是一百千万 嗯 这是什么 这是 一个月 嗯 啊 啊 书金 哦 一个月押金 哦 200 200 钥匙 200 200的钥匙 哦 钥匙 嗯 收取200钥匙 哦 我算一下这个多少钱 数上 200 280 28 嗯 我可以看一下房间吗 房可以看吗 28 一个月 28 数上30天 93块钱一天 哦 它这还有中文的 一万二到一万六的房间可享受委员网络 健身房和一周一致的房间免费清洁 退房是需要交付清洁费500泰铢 四方一千十二地 这里有游泳池吗 有 有 哦 游泳池啊 听得懂 哈哈 英文很 中文很厉害 一点点 哦 哇 这么大 哦 这么大的床 哦 有网络啊 网络 网络 in internet 有 哦 这空调 没有洗衣机啊 洗衣机 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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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游泳池啊 洗衣机 洗衣机 嗯 嗯 洗衣机就是 洗衣机 哦 没有 哇 太大了 这个房间 我一个人住 那床垫没有吗 这是 有 有 枕头都有 都提供 有 哦 冰箱 冰箱 一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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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千八一个月 嗯 我考虑一下 嗯 我考虑一下 嗯 这里有洗衣机 公共的 二十四小时 多少钱 这是烘干机 三十 对 这是四十 洗四十 烘干三十 烘干机使用还有中文说明 嗯 还卖洗衣粉的 洗衣 嗯 换臂的 这比我那次都好一点 嗯 那边是游泳池 去看看 有个游泳池 二千八 三十天 一天九十八块钱 一百块钱 不算贵啊 但是真的我一个人住 那个啦 它要是有个五千 五千五六千的那个 蛮划算的 我觉得 这大游泳池 哇 好多洞啊 这里好多啊 这里可以踢摩托车 哎呀 朋友们帮我拿订一下主意 跑了好几家都免费的 但肯定还有 嗯 这个就比较大 小的都租出去了 二千八租吗 二千八 哎呀二千八 我说实话真的 我觉得稍微有点贵一个人住 你们觉得怎么样 这个房 二千八 还有健身房 九点到九点开放 两千八 我真的是一个一个的问啊 这是我们 七脉一号 旁边的一个小区 也是属于清贫的公寓吧 我问一下 他这里有没有租的 你好 这里有公寓出租吗 好 谢谢 要我加一个WeChat 加一个WeChat 问一问 我有WeChat吗 我有WeChat吗 WeChat 我是正在找房 真找房 你看都找到天黑了 我又无意中刷到一些信息 租房的信息 也就是在七脉一号旁边 很近的一个地方 这里也有公寓出租 别人说这里还有三间 我就跑过来了 但是下班比较早 六点半钟就下班了 在这里呢 没人 然后呢 我就没办法嘛 他留了电话 可以询问一下 但是我泰语的 泰语里面还有个加那个NIN 那个联系方式 APP联系方式 我加了 然后英文沟通 过去了十几分钟都不理我 我不确定明天 他有没有房 要是有房我就直接过来 也不太远 虽然这个地方也不是那么方便 但是贵在便宜 今天白天都已经早了嘛 要么就没房 要么有房呢 就是那种比较大的 其实我也不需要 2800一个月 这里甚至便宜5000 别人分享出来的信息是5000泰铢 一个月 然后水电单独算 那就相当于是1000块 30天 我觉得还是蛮划算的啊 然后它这里呢 洗衣机啥的 还蛮便宜的 这个大一点的可能十几升的吧 14公斤的 30 这边小的20 然后烘干40 加起来就是60 就洗一次衣服才12块钱 然后它这个房子 看起来还可以吧 主要是贵在便宜 1000块钱一个月 咋不行呢 30天才多少钱 所以刚才找当地的华人朋友 他会泰语 让他打电话 联系一下 问一下有没有房 要是有房 我今天就预定了 哎 他好像问到了 我关一下 哎呀 得到了消息 还是坏消息 所以这边确实5000块钱一个月 但是满了 没有房 没有房 到了月底才有房 在月底这这这这这 这还半个月呢 他说现在是曼谷的旺季 外国人很多 所以房子几乎上都租出去了 好吧继续找呗 问题 怎么办 都不 보통 有一回报 为什么 是 应该